下面要教的是我們要做的實驗 滴定 一滴一滴的去決定 叫做滴定 就是這個實驗裝置 滴定就是哪一個已知濃度的酸或鹼 去綜合一個未知濃度的鹼或酸 然後知道一個未知濃度的鹼或酸的濃度有多少 這個過程叫做滴定 一滴一滴的決定 待會你就知道什麼叫一滴一滴的去決定 這邊有個實驗裝置 要了解一下 這個比較重要 這根長長的管子叫做滴定管 第一個這個長長管子 它的刻度的做法跟平常相反 它跟那個相反 平常是什麼底下是0然後未來到50對不對 它反過來 它反過來 它是反過來 它上面是0 裝滿是0 然後往下降 這樣降到20 表示你用到20 這樣反過來裝的 OK 一滴拐 其他的應該比較簡單 有個波棒 有個溫度計 因為我們這個實驗很喜歡問你 它吸熱還是放熱 溫度上升還是下降 然後有個3-8米 OK 然後呢 我們就取一個已滋濃度的氫氧化鈉 放到錐形裡面 加上分態指示劑 然後等一下告訴你幹什麼用 觀察顏色 量溫度 然後呢 把鐵架放地上 為什麼要放地上 因為滴定管很長 放在桌上不好架 所以先放下來先架好再拿回桌子上去 然後呢 把鹽酸倒進去 我這裡都是已滋濃度 因為我們要幫你做實驗 所以不是用未滋的 然後呢 把它先排掉 然後呢 看它現在體積到哪裡 好 比如說你現在流到體積是20 等會降到50 就表示你用了30 這樣子 然後滴下去 滴滴晃一晃 因為你滴下去的時候就會變色 晃一晃顏色就不見了 變色就不見了 再滴滴又變色再晃又不見了 滴到某一滴下去 顏色變了再晃 不會再變回來了 就表示你已經做完了 就表示你已經做完了 所以要滴定 一滴一滴的去決定 滴滴滴滴滴滴滴 但現實做的時候 會開始放得比較快一點 最後再慢慢放 OK 然後去量溫度 看它吸熱還是放熱 好 這個重點 這個名稱叫做滴定管 這玩意兒叫做滴定管 OK 然後它有兩種 一種叫酸式滴定管 一種叫鹼式滴定管 用的時候要注意不要毀用 為什麼要分兩種 因為酸滴滴是玻璃做的 整個都是玻璃 可是鹼式不是 鹼式滴定管 因為鹼會融解玻璃 所以如果你整根管子玻璃做裡面放鹼 你沒有清乾淨 裡面有殘留 它就會把它融化掉 它就會黏在一塊 就把它在一塊了 再打不開了 再轉不動 就壞掉了 所以不可以用 它開關改成橡皮啊什麼之類的 現在有別種 鐵芙蓉那種 都可以用 所以要配合使用 裡面要放酸的 就要放酸的滴定管 要用鹼的就要用鹼式滴定管 你的滴定管 學校幫你配好了 所以你就知道學校用就可以了 就知道你怎麼使用 就是轉那個開關 打痕的 中間打痕的就關掉 打直的就是會流出來 然後後面電章指的目的 就是讓你容易觀察 就是所謂的實驗的方式跟技巧 OK 注意事項 我們通常這樣做 這有人問過 通常這樣做 乙汁濃度的放在滴定管 味汁濃度的放在蒸發米 放在下面 所以拿乙汁去滴定味汁 拿乙汁去滴定味汁 通常這樣做 然後呢 剛剛講過了 滴下去就會突然變色 搖一搖就沒有了 再滴滴又變色 搖又沒有了 滴到某一滴下去 變色以後 搖一搖變不回來了 就表示你已經做完了 酸鹼剛好 中和了 中和了 所以要注意 它的直字機是突然變色 突然變色 因此要注意事情是 直字機要放在下面 這有人會問 常常問 直字機放哪裡 因為有根滴定管 下面有個蒸發米或錐形瓶 直字機是放在錐形瓶裡 不是放在滴定管裡 這常常會有人在問 它要放哪裡 放在錐形瓶或是蒸發 就是放在下面 放在下面 對 不是放在滴定管裡面 OK 然後呢 一滴一滴的下去 然後搖一搖 一滴下去 滴到某一滴下去 搖一搖不再變色 整個 就像說 不會再變回來了 已經完全變色 不會再變回來了 就表示你已經 轉 轉 就是所謂實驗的步驟 這也是我們要做的實驗 OK 滴定 滴定 好 重點 常常問的重點 要管叫什麼名字 直字機要放在哪裡 最後溫度上升還是 下降 出如此類的 就是 跟各位講 滴定實驗如何處理